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思维3》 我们常常自以为不会往生三恶道 但是要加行道人位以上的菩萨 才可以确定不生三恶道 在死之前是不行的 我们可以想象自己住在很好的房子 睡很好的床 然后心脏病发往生了 我们可以确定自己不生热地狱吗 所以 明天早上是否能起床 是不确定的 又比如现在身为人 一夜之中往生 往生之后可能身为大闸蟹 被冰冻而死 被烹煮 所以 明天起来 能否脱离这些苦 也是不一定的 所以 行善要及时 无常 不等人 开始念死 开始念死无常 以后一定会往后思想 后世就由夜来引导 夜分黑夜白夜 造了恶夜会生三恶去 所以 您了解三恶去苦是什么 为什么 要避免生在三恶去 思维三恶去苦 不能像看电影一样 要观想自己身在其中 有些人 会认为这只是幻想 便没有真的 生在三恶去中 此时就想 自己造了三恶去的因 这些因是一定有果报的 自己正一步步走向三恶道 在三恶道 修秘法要观自身为本尊 这是很好的 但是对初学者来说 观自己身在三恶曲中 反而较有帮助 会生起想脱离的处理心 有些人会怀疑是否真的有地狱存在 我们可以透过正因证明佛存在 因为心的本性是清净的 是无自信的 所以暂时蒙蔽心的障碍 是可以脱离的 因此 我们是可以成佛的 同样的 也可以以阵营 来成立造善业有善果报 造恶业有恶果报的原理 由此可致 造恶业会生在三恶道 也是可以透过思维成立的 你们是能够摆焦的 税会界许 的 甚至也直接 永远 离 自己 又是 也 但 有些寺院会画有十二因缘图 图的中间有六道终身 这些图并不是要令我们感到害怕 而是要提醒佛弟子轮回及三恶俱苦 令我们生起要脱离轮回 得一切种植的行念 在妙音教授文书口授的教授中 事先说畜生苦 再说恶鬼苦 这些是因为畜生教恶鬼愚笨 无法学佛法 恶鬼教不愚笨 人有机会学法 自宅可求 在肃道、安乐道等一般教授中 则事先说恶鬼苦 再说畜生 这是因为恶鬼所受的痛苦 叫畜生道来得大 其实整个轮回都充满痛苦 只是恶趣的苦更为严重 这点认知很重要 由厌恶轮回 希求解脱 害怕恶趣 产生强烈的皈依等善心 这就是从思维三恶趣痛苦 引发众多功德的修行要求 我们临终以插挪的心念是很重要的 会成为最后的祝愿 一 有人造了一辈子的善 因为最后一刹挪的恶年 将引发以前所造恶业成熟 二 有人 虽然造了很多恶业 但在最后起了善念 引发以前所造善业的成熟 这并不代表他形象序中没有恶业 是因为临终的住缘 引发了善业成熟 三 以前 有位修行者临终前 一直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 十三世法王就很善巧地对他说 你去都摔天好了 那里有很多好吃的俗友 他就因此往生了 这是很善巧地 引发他投身净土的心念 四 同样地 若临终之人不想吃东西 家人也就不要逼迫 不然会引起他对食物的厌恶 会往生恶鬼道 那里有些人不想吃东西 思维恶鬼道之苦 如同思维地狱苦一样 要想我们造了很多 生恶鬼道的业 如吝啬 阻止他人不失 供养 偷窃 抢夺 骂人恶鬼等 明年 我们是否会生在恶鬼道 是不知道的 地狱道苦 与恶鬼道苦 在大藏经中 有说到 所以不管是道思维或西藏的典故 都可以追溯至大藏经 不是后人凭空创造的 畜生苦 因亲眼可见 所以不需要观想 看到鸡 猪 牛等 被宰杀时 他们所受的大苦 不能当作电影看 要思维 自己若是身为出身 当遭遇到这样极大的痛苦时 要如何忍受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去抓螃蟹 去抓螃蟹 钓鱼 如此逗弄它们 它们的苦是如何呢 若自己的手脚 也被绑起来 嘴也被鱼钩吊着 这感受是一样的 我们以沸水 烹煮它们 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 把自己的手 也放到沸水中试试 这是很痛苦的 它们也一样 所以 有时候吃市场时 看到它们 就觉得它们很痛苦 所以 最好是吃素 不然 至少要吃三斤肉 即不吃 一 自己杀的 二 自己命令他人杀的 三 知道是为了自己而杀的肉 优优独的 开始思维三恶道苦时 会有恐惧的感觉 但是不断地去修 对自己的心相续会有帮助 透过经文 公案去思维的意思 是要将感觉融入自己的心中 不要只是数出这些苦 如同吃药 不只是知道药名 知道有何药效 不去吃药 是不会有作用效果的 透过不断思维串洗 加上祈求上师加持 与尽罪集资三者配合 才能让心越来越好 而不是去请了很多法 比较这个经文说了什么 有些人总爱比较 为何这个善知识说的和我听过的不一样 听法并不是在审查说法者 因是不管谁在说这些法 都能不断让自己的心产生体会 不断提升震量 感谢观看 修道子弟 对我们的持穿 没有帮助 修道子弟的目的 是调伏我们的心 以前 西藏有谚语 不断地听文 而不去学习 就会麻木 如第一次听文 菩提心的教授会有感觉 你在听文 就觉得这些都听过了 也就麻木了 如此要调整自己的心 就更为困难 所以 若法对心有帮助 在听完 菩提心的教授后 会觉得 菩提心很珍贵 心中开始有动摇 越听越觉得珍贵 而不是听完了法 问说今天说了什么 只有这样吗 和上次说的 有什么差别 我们会觉得 三恶道离我们很远 但是 其实是一口气的距离 一口气不来之后 会不会往生三恶道 是不知道的 不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午2点 于且宴口法会 恭请湛江法师主法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经邀菩萨参与询席同灾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这些熊 身体被人类穿上了体衣 无法活动 连自杀也不能 它们身体被挖了一个洞 插入一条管子到胆 每天活许胆知 先去淋漓 在越南 中国 有许多大大小小合法或私人的养熊场 养熊场里的黑熊品种多数是月熊 它们的任务是活着并提供胆知 活熊虚胆的方法 是向一个金书馆永久地插入熊的胆囊 另一端落在熊的腹部外眼 因为伤口裸露在外 永远不过绝育 所以经常来问 为了增加胆知的流出量 熊场会用特制的针网 扎进胆囊去胆知 没到这一瓶 被昆虚胆知的熊 都会很惨像 并把自己的父母 抓得续绝模糊 有些熊 因为无法忍受生命的动力 会以头骨之中 而造成细绝作 并把自己单身粹造 都拉成 公园看到这种状态时 就想到了一个非常残忍的做法 就是制作铁马甲 帮他们穿上一辈子 这样就可以防止黑熊自杀 可怜的黑熊 连自杀的机会流离 受光致死 这种铁马甲非常备用 把大族的整个身体全部靠起来 只有肝脏铁马 抬伤狗来抽取反支 这些穿上铁马甲的大型 这些可怜的熊得了重病 再也炸不出胆之时 就会被扔到一旁 不可失误时 让他慢慢地死去 曾经有志母兄痛苦不堪 有一次找到了机会 首先把铁马甲的敲开 熊跑出来了 快跑啊 去把自己的孩子小心杀死 就是无愿意让小熊 受这种一辈子痛苦 在他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后 这只母熊已自杀了 其实 熊胆并不是什么名为中药 完全可以用草药或人工合成代替 请大家告诉大家 请大家尽全部可能的力量 广泛宣传 坚决不买不用这些熊胆制品